再来看到这起意外事故 瑞瑟临导一部载运矿石的大卡车 行进领导准备下山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了翻车事故 整部车翻落边坡 而车上的驾驶与乘客两人伤重不治 大卡车就这样不慎翻落在领导下边坡 动弹不得驾驶与乘客被抛出车外 而其中一人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另外一人则受到重伤 到场的警销人员赶紧救援送医 只不过在送院途中 伤患失去意识伤重不治 而汽车意外事故也造成了两人身亡 根据警方了解 这一起车祸事故意外是发生在14号中午一点多 这辆从瑞瑟矿场载运蛇文石原石下山的大卡车 在行进瑞瑟领导3K路段 不知何故突然冲出车道 翻落到下方支支行领导边坡 车上二人被跑出车外伤重不治 接着是预兰瑞士采访报道